尊敬的战友们好 这是6月10号文贵报平安直播 报平安直播 哇已经这么快呀 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哇哇哇哇哇 进进进 48位哇这是赵440多伦多 太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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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好 叫七哥好 报正728就等着呢 咱们这个UJC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风啊风满楼啊 红色衣服红色衣服啊 该吱吱该格格 啥事报信的格 多伦多的问候啊 喜洋洋喜洋洋 哈哈哈哈 亲家我是什么这个这个有刚才是刚刚的到一个地方啊 这个小慧对面啊小慧一个在香港来的朋友 一大早的啊 这个这个简单的穿那个休闲装因为今天周末嘛啊周末嘛啊周末嘛啊 我比NBA都吸引力了这位战友说八四六二啊是吗 文贵妈妈答7111好好好风满楼风满楼对不起啊 风满楼我这这简直是风满楼你好 我最近心情都特别特别好特别好啊 背景一样啊还是在纽约我家梁台上啊梁台上 这边好多花好多花这边好多好多花 哎呦我太太这个搞了这梁台上到处都是花我就喜欢花 从小你这一男人家就喜欢花啊 你说什么人你说啊 所以我从小就被怀疑这个性穷相不正常 一直怀疑倒有了孩子还有人怀疑呢 就喜欢花你说这玩意啊 啊这件衣服是伊西米亚克的啊 山寨一生的这个很舒服啊 这是那个母亲节我女儿送给他妈衣服 顺便给我买了三套衣服 结果买了三套吧 两套我穿不上他妈能穿啊 这个只剩下这两件我能穿 另外还有一件 猪股亮猪股亮哥哥 沧桑的好多没有没有没有 正常白发我特喜欢这种感觉 我都想着哪天白发了这多好啊 男人要有那种苍苍感才有味道 女人要有那种气质那种母性才有漂亮 我从来不觉得年轻啊什么什么 恰恰能流水啊漂亮我不这么觉得 我这眼睛还真不是有点腫 真说错了 我是什么呀 昨天晚上跟大家说实话喝酒了 我一个大家你看我眼睛这个眼睛大的时候 你们就不用问头一点晚上喝酒了 昨天喝茅台了 昨天是那个日本的朋友 这个人家是随机给我带来的那个日本羊肉 她是丰田的集团的女婿 丰田先生的女婿 是原来日本国防部的副部长啊 跟我多年认识这个二十几年了 那么从日本飞过来跟我来见面 然后我带一堆吃的水果啊肉啊 特别那个羊肉鲜的 涮的 喝茅台 喝多了啊 不是说绝对不喝 你偶尔的喝一下嘛 偶尔喝一下 昨天也是控制量了啊 不是日本牛肉日本羊肉 大家都吃日本牛肉 大家不知道日本有羊还是特别特别好的啊 特别特别好的 在福冈那个地方 福冈啊 我很喜欢 福冈有个大鸡蛋 福冈那块产那个甜瓜 然后福冈有些山羊 特别好 养的啊 不是野的 养的 法国战友啊 别啥不拉 说三胖 川普吧 我说啥川普三胖 啥叫啥不拉呀 我不跟你聊了 你什么叫啥不拉 还有中东文呢 7601啊 七哥爱你 747我爱你 爱你爱你 早上好 南佛城问好 这一空调响 声音怎么样啊 大家觉得声音怎么样 大家觉得声音怎么样 昨天的菜啊 这个这个 昨天也有牛肉啊 也有牛肉啊 但是这个 昨天的菜是逼得喝点白酒啊 肉味太重 挺好的 好好 那就好 小渣小渣 我们小渣在哪 帮路德鸭蛋斗嘴 把七哥爆屁干忘了 哎 有噪音 那个什么鸭蛋啊 鸭蛋啊 鸭蛋是个女士我就不说了 我对女士都是弄 风声大 没有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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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风啊 声音很好 那就好 那就好 这小哥这小子也不来了啊 这小哥干嘛去了 还有这个痘痘也不来了啊 跑哪去了啊 今天天气是阴天没有阳 但是天高云淡 天高云淡 特别棒 全国卡车司机罢工了 哎不是李一平干的吗 吴建民啊 人不搞共振的吗 或者是东京爆料中心搞的吧 日本和牛啊 这位朋友说和牛 我这个不知道咋回事 我吃牛好几次都吃了 哎呀 我有一段吃不素嘛 再吃牛肉不行了 我的声音有点瞎呀是吧 说实话最近抽雪茄 也抽雪茄了啊 今天都在推特想念我了 哎呀 真的啊 这瞎子还可以 CAA CHHCAA 这是谁呀 是那个上家吗 是上家吗 我把你拉黑了一年了 你天天苦着哀求 到处这个这个 让我给你开 我就是不给你开 你知道为什么上家 因为你骂吴婷 天天骂吴婷 所以我就给你拉黑了 上家上家啊 你要想我不拉黑你可以 你就保证不再骂战友 逗逗长大了 啥呀 逗逗 是个小孩子 小哥说实话 我开玩笑说六十多了 我后来我了解 小哥才 听说在十九岁这孩子 很多人不喜欢吴婷啊 我也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吴婷 从吴婷我认识他 就很多人 很多人 几乎都在我的这个 给我发推啊 不喜欢他 警告我 不要相信他 但是你说我请问大家有啥证据吗 你给我个证据 你给我个证据 是不是 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人家 就喜欢人家 凡是支持文贵的战友 而且特别夸张有些人啊 穿什么 霧婷怎么怎么着 我就给大街上降过一次霧婷 我对大家 封满楼才是六十多了 封满楼啊 封满楼不是 封满楼 封满楼要是六十多 那就马上请你喝酒 我喜欢喝老年人喝酒 看痘痘小哥太嫩了 太嫩了 小孩啊小孩 有热闹 没情调 我愿意和您这封满楼喝 啊 吴婷就是可疑啊 吴婷怎么了 是不是 你他咋了都不知道啊 张健出身 搞死元宝赖相 龙健能否谈谈黑客邮件 吴婷也在啊 吴婷也在 不行 啊 盛许啊 头两天啊 这个瑞安平女士建了个群 把我拉进去了 我说实话 现在我一共有四个群 这个我已经很不开心了 说实在话 我就不愿意加任何群 我被加的群是无数的 后来我都取消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没有时间去看 没时间看 我就不尊重大家嘛 所以说我就 我就都删除了 后来瑞安平女士 弄了个群 我说我加入我 我说给安平面子嘛 我们有一个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群 是吴婷的啊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凯利西加拿大的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 然后安平弄了个群 还有一个是那个那个 我们自己的几个人 关于郭战福的群 没什么群 我都取消了 但是 就这 那天结果是 我在这几个群里 发关于 盛雪的 这个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有前提啊 因为 在这个英国的一位女士 是我三十年的朋友了 三十年前的朋友 这个给我打电话说 她文贵啊 骂盛雪骂得太厉害了 她说你 你呢这个 我认识你那么多年 你别掺和骂盛雪这个事儿 她说她盛雪 她本人的认识盛雪 绝不是好人 她说她 她说盛雪绝对是个坏蛋 因为认识我三十年的朋友了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她说我讲了一堆的证据 她特别讨厌盛雪 但是我们能不能别 你别掺和骂盛雪 我说为什么呢 她就谈了她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 就是盛雪不管她做什么好事坏事儿 大家没必要对一个女士 骂得那么难听 那全世界哪有一个民族 对一个女性那样的呀 那不可以的嘛 所以我就在那个群里说了 我说不管盛雪啊 吴婷想说 哎呦我的妈呀 吴婷宰了我了 这个盛雪有多大的错 咱对人家女性要有一个尊重 我们都不管男的女的 都是女的生出来的 支撑机来了 哈家伙 抖蛋啊 啪 所以说呢 我说对女性保持个尊重 还有一个 我说你盛雪有没有证据 你有证据你就说 但是你不要个人攻击 然后关于益智的问题 因为这个吴婷啊 老是不爽了 因为益智啊 把吴婷骂得一塌糊涂 吴婷在那个群里啊 就多次就是 这个这个对我表示不满 他没直说啊 我知道 这个你发现最近 吴婷干嘛了吗 一两个月根本不支持文贵了 也不发推了 老发那些什么搞政治去了 吴婷你搞啥政治啊 你有啥政治可搞的呀 故意就是晾在一边 刷小脾气嘛 然后很多人跟我说 吴婷最近不支持你了 我说不支持就不支持呗 但是我知道吴婷是为啥 他就因为是一只骂他 我没有出来替他主持公平 我因为我没好意 我在群里都没说 我有什么资格替你主持公平的呀 对不对啊 他妈你你你你回击他就完了吗 你给他说清楚就完了吗 但他搞个人攻击 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后来我真的是吴婷发给我 他对吴婷女士有人身攻击 我真不高兴了 我说一只绝对不能这么做 我最起码在两周以内 我跟他没有单独联系方式 我让路德先生 我让这个所有的人 我说你们带我带个话给一只 因为我曾经我推荐过他 所以说我有凭我这一点呢 我说我建议他 不要对吴婷个人人身攻击 你有没有证据 你没有证据不要搞人身攻击 那么呢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有前缀的 我说一只像这样做下去 你对女性所有人都这么攻击 你会死的很惨的 怎么能这样呢 而且把我们小渣 把卡丽西都给骂得一塌糊涂 那怎么能这样呢 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可以说 但是你真的不能乱说 所以一只如果一只先生 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话 我求求你了 这个你要是你不管如何 你挺不挺过我不在乎 但是我希望他保持一个做人的原则 假民运真民运都好 但是不要对女性攻击 而且不要搞女性人身攻击 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我们今天华人这个社交媒体的 巨大的这种成功影响力 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这个层次和数字 不要让人家瞧不起我们 所以一只先生 您也是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让大家好呢 如果大家好的话 看清真相 不用那么粗的语言 你不能像李洪宽 李洪宽这个人他就不是个人 他连畜生都不是 你知道吗 你像那个史诺他连个畜生都不是 这些人你不要跟他一样的 你跟他一样你把你自己拉低了 人家魏京生先生 人家这个万玉南先生 人家是搞民主民运的 人家没有说一句脏话呀 你干嘛去说那脏话去嘛 所以说这是我的观点 结果 非常让我感到失望的是 在那个里边 竟然有 有一个叫凯文的一个人 马上静声音剪辑 剪辑以后马上给扑出去了 我们加入群里边 我守住前提是 没经允许任何人 不允许将信息说的话 给放出去 那是违法的 结果这个叫凯文的人 就马上给放出去了 这是安平女士管理的不好 另外一个凯文的人太卑鄙了 这个我听说是盛雪女士的这个民阵的人 如果是这个话 盛雪女士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这么做人 忒不地道了 我盛雪知道了吗 你让你的手下 竟然是做这个事情 来为你自己歌功颂德 那以后谁还替你说话呢 盛雪女士 谁还替你主持个公平呢 你今天到了全世界喊打 人人喊打的程度 像过街的老鼠一样 你得问问你自己 你自己有错吗 你这是有问题的盛雪女士啊 你的手下怎么可以这么做人呢 一点底线都没有 怎么可以把这种事情给剪辑了 和那个重庆警察和大陆的黑警察 盛雪女士是一模一样的水平 你还有什么资格 来去反这个盛雪女士呢 所以说 我倒觉得盛雪女士 你应该对费良先生 在路德先生那个视频上说的话 你竟站出来一一反击 你不要老让张健先生出来去反击 这个张健先生 也在我们群里边疯了一样 你有什么资格替人家盛雪说话 我就真的很纳闷 路德先生这个节目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 人家讲盛雪的事情 讲迷路的事情 结果我发现 当时人是盛雪女士 结果张健先生在那里 噹噹噹噹噹噹噹 哎呀 这厉害都不得了了 哎呦 那我到那天 我是边开会 我一会儿听听 我这边听着人家那个 听证会前给我排的提纲 问的问题 咱的英文又不行 还得翻译 哎呀 然后我一会儿听听 一会儿听听 我就从头到尾我就到路德先生这个主持 就没有问一句话 张健先生你有什么资格代表盛雪啊 你俩啥关系啊 你俩啥关系啊 不奇怪了吗 人家这个菲良勇到处那会儿都讲的盛雪女士 盛雪女士 盛雪女士所有的问题回答 连私生活 裸体照片都有这个张健先生回答 那不奇怪了吗 哎 结果路德先生也很好玩 从头到尾就没问一句话 你有资格代表人家盛雪吗 哎 我也觉得菲良勇先生也特别好玩 特有意思啊 我一看到镜头吓不大跳 哎 我说这个唐柏乔怎么老那么多呀 变相了呀 因为我刮的耳机没声音嘛 最后一开始声音又不是啊 哎呀 我才发现这跟唐柏乔长太像了 但菲良勇先生挺有意思的 叫小瓶头 小瓶头 我真不知道 说实话我真不了解 结果呢 他也从头到尾没问一句 你有什么资格来代表人家这个盛雪 连人家照裸体相 还有一个跟秦晋的什么叫秦晋啊 秦晋是个大坏蛋啊 我从各种消息 这是一个绝对的秦晋 我不会放过你的秦晋 你绝对是为盗国贼 老共服务的 你可以咱俩可以在法庭上见 我现在开始整你资料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秦晋啊 所以说大家你看到了 这个故事荒唐到什么程度 我们大家观众也跟他在那块跳舞 下边的人也没有人问那句话说 你有什么资格代表盛雪呢 结果全社会上代表盛雪的全是女的 这不是全是男的 都是男的 还都是跟民阵有背景的 就代表你盛雪去 盛雪女士你不可以这么做的 你应该你站出来说 这件事情我可以负责出来 这是没有 这是假的 能怎么着呢 你一人一举定乾坤嘛 如果你有证据拿来我就认 没有证据你再说我就要采取法律措施 对不对啊 如果那个非良有先说的一句话是真的 盛雪女士那你出大问题了 你不但人品有问题 你的人格有问题 你甚至涉及了各种犯罪 那早晚一天得跟你算出这账的 早晚得算出这账的 如果是没有的话 非良有先他为什么这几年 你不采取法律措施 要采取法律措施 那民阵的人也忒傻了吧 那么有人替你说话 像张健这样的人那么多粉丝 那就不会去好好的去 实实在在的去采取一些实际措施 保护他吗 所以这个问题也说明白了 就是说民阵的战斗力 民阵的团结力 民阵内部的 这个团队是有巨大的问题的 这个真的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那个剪辑音频的事情 我希望相关人这个麦克 你站出来说话 你要站出来说话 你这种卑鄙的手段 我告诉你你是一定要说清楚的 另外一个盛雪女士 不要再让你的下属搞这样的事情 以后没人敢听你说话了 郭文贵站出来说个公道话 结果被伤成那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是很糟糕的 另外一个我也希望以后 路德先生的节目主持当中 咱们确实关键的问题 还是不能忘掉 就是说你有什么资格来代表盛雪 这是有问题的 这个另外一个 我想说说 最近这个 因为我这几天没时间 但是我准备那个听众会的资料 我没法上这个视频 天天真的忙死我了 我每天早上都是五点到六点睡觉 你们能想一想 这五点到六点 心都是慌的 睡到大概八点钟 马上起来去锻炼 锻炼完马上去开会 开会每天回来都到这个五六点钟 一般都是中午回来 回来以后呢到家吃点饭 然后又走了 太忙太忙了 所以说呢 我也没有发上视频 但是国内的特别多朋友呢 都担心了 海外这么多人问这个问题很少 但是国内通过各种渠道反应 这文贵怎么不录视频了 大家就感觉好像你有什么事了嘛 所以说我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就一不录视频 大家都觉得不对劲了 那么我说我就来 今天出来赶紧给大家见个面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近啊 这个什么东京协调爆料中心 这个拉斯维拉斯反习反共大联盟 哎呦我的妈呀 我这一看那个圈里边的人啊 每个人平均五到十个主席啊 总裁啊 那个大名头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吴建民去搞募捐 什么李旺洋 十五万美元 就是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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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我大概都看一看 我真没时间具体的看 呃 然后这个 这什么 郭宝胜的这个 黑个 这个这个软子 什么丑闻 刚才 我在上了五分钟前 我刚才路德又上了 又有新的这个文件和证据了 就整整这些事情呢 说实在话 啊 我的我心里话 让你们去闹闹 行吧 你们去闹闹 我再说 我现在别说那么早 让子弹飞一会儿啊 这些事情 这是荒唐 荒唐到什么程度 啊 袁洪斌这个烂人 这个骗子 这个政治痞子 政治骗子啊 啊 我最近得到了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还有这个 郭宝胜这个烂到不能再烂的人 这个连狗都不车死了 狗都不会吃他肉的人啊 这个烂到极烂的人 还有那个要成 程水岩 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 AD同缉犯 骗了朋友的钱 骗了那么多人的钱 他拉到那边买个破酒店 在那会儿做梦想着不被遣返的 你有刑事犯罪 你拿到政批 你拿到护照 你拿一百个护照 再把你遣返 这个程水岩 我跟你素不相识 结果杨建立先生 把你拉到给我吃晚饭 吃了个晚饭 我花了几千美金 然后你走了 从那以后咱俩素不相识 郭文贵和你不认识 拿我的照片 吃了我几千美金的饭 然后你天天砸锅 你说这个畜生东西 我招你惹你了 我也没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你就这么对付我 这是什么畜生才能干出这种事情出来 然后那帮烂人 竟然在拉斯维加斯在那边 混点吃混点喝 那一堆人加在一起 都不够一个车轮轮钱 竟然要给中国人 要带来民主 法治和自由 你这帮混蛋 这帮骗子 简直是你们能干啥呀 我看的简直滑稽 赵本山先生拍电视剧 乡村的故事都没那么滑稽 我觉得简直 一会儿一个大总统 一会儿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人大主席 什么议长 这神经病嘛 这一帮人简直是 简直是疯了 我觉得是 所以说东京爆料中心 竟然是爆料 爆料中心 我说你报吧最近 你报我不报了你报吧 我头两天啊 我的律师给我建议 我的律师啊 就这个我每个律师团队 他们每天都把我看到这些事情 他们说这样郭先生 我们采取这个法律措施 我们采取完法律措施 把很多字啊 我们都已经注册完了 郭文贵这啥事 郭文贵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这个你今天你健身了吗 郭媒体 Miles郭 郭文贵 郭浩云 上千个字码我都有了 在去年我都申请完专利了 我今天只要给YouTube发一个信 说这些都是我的专利 任何人不能使用 你什么照郭文贵假视频的 用郭文贵的假名声 在这个发视频的 包括你在所谓的东京报料中 你用到爆料这个字的 我告诉你 杨红冰先生 你看你为什么下场 我能告诉你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 我对潘晴也不这么做 我对这个向林也不这么做 很简单 我觉得爆料这件事情 他不属于郭文贵的 他属于全中国人民的 当然也不属于你袁红冰的了 不属于你向林的了 也不属于你东京的了 我们这个知识产权 只是怕被滥用 怕被拿去犯罪 我们是保护自己 并不想垄断 结果出来这么几个小烂仔 小流氓出来要垄断 东京还成个爆料中心 你竟然郭保证这种烂仔 一人吃几家 人的妓女吧 一天要接几个课 你这郭保证好像要接近全天下课 连动物你都想接 连动物你的活都想干 所以你这什么东西你说这是 这些人简直吓死人了 看着这个 他们要把爆料给垄断了 那你爆吧 结果你爆啥 人家春永元人家出来爆料 也成你郭保证的功劳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简直是 你是不是美国投到日本的那两个核弹 导致了中国战争那个中日战争停 你也认为是你干的呀 所以说这种人简直是 卑鄙到了起点了 所以我的律师说呀 我们采取一切法律行动 采取法律行动 所有的人在这个推特上 社交媒体上 你谈我郭文贵这啥事你都是经过我允许 你不经过我允许是不行的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博训的案子有了重大进展 这个很多部门找我来谈 这现在大家等着吧 博训啊 韦石啊 西诺走着看啊 走着看 时间长了点 结果不会改变 咱走着看啊 结果呢我们又麻红的事 提供了很多很多资料 哎呀好多资料 然后再一个就说假正辟的 最近啊这个好多地方的这个 政府官员找我们 这个找我们什么呢 就很多人办假正辟的时候 拿着支持郭文贵 就办假正辟了 包括郭宝胜给好多人写了信 还有其他人也写了信 人家找我了 叫我来证明 现在我的律师啊 你就正式给移民局啊 本来是只给洛杉矶 和这个这个旧金山 还有一个是那个三里康瓦里 这个那个移民的块写信 结果是前天让给整个中心写一份信 我们正式通知了他们的这个办公室 就任何人使用郭文贵 这个名字和支持郭文贵这个理由的 必须郭文贵的律师确认 我们这个纽约这个律师事务所啊 这个这个律师太棒了 然后他马上进行了核查 核查 核查所有现在已经核查了这个 上面的公调挺好 核查有多少人使用了我的名字 但在这个事情当中发现 就郭宝胜等很多人 就利用这个写信半假整皮 你看卑鄙不卑鄙啊 爆料中心你拿走了 你也天天骂那些 盗民欺民贼盗过贼 结果你干了这种 这种不见不得人的这种卑鄙之勾当 这个郭宝胜此人 和袁洪冰和赖建平这种小人的嘴脸 赖建平昨天上那个路德节目我看了一眼 我简直是 这个赖建平你甭说当律师 你当史诗都不配赖建平 我现在告诉你 赖建平你看到很快我就要对你采取法律行动 你郭国丁黄河边上在这个加拿大 我们都去搜索 看对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法律行动 你就会明白的 我一定会让加拿大要恢复华人的蓝天 你这个赖建平瞪着眼说瞎话 这种我就拿了闷了 这些人怎么还反共产党呢 他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比刀过贼还刀过贼 瞪着眼说瞎话 这个郭宝胜和他瞪着眼说瞎话 这个袁空冰的说瞎话说义正慈严 这简直太恐怖了 所以说当时我一个老领导跟我说 他文贵啊 当你发现有人说谎话的时候 他当成真理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魔鬼 因为当时他是六四被干掉的将军 当时我这样蒙咱没这个素质啊 吃完饭以后很多将军在香山 那个炮兵部招待所 那很多将军都穿着将军服都走了 我说这老领导你咋这么说呀 这突然冒这一句 他说我说给这帮人听的 他为什么 他说共产党就是把假话当成真话说 还当真理说 那这个共产党就是魔鬼 老人家特别振奋 然后走回家 然后到他的将军楼 他在将军楼的隔壁就是林彪的女儿 林豆豆的家 这林豆豆听说也在看这些东西视频 林豆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就是你家的隔壁那家 他们家朝东 北京红旗村 红旗村 香山路 红旗村 炮兵部大院 将军楼 一共那会儿是 这一个区的三个将军楼 林豆豆豆是在中间的 为什么呢 他说共产党就是把假话当真理说 这是它的本质 所以说我从那次刚刚这个这个 我从这个监狱里出来 又经过六四那个军了两年 老领导请我吃饭 当时这唯一一个老板 叫亚式的叫金什么 金上征叫什么 枪毙了给 就他传言宋祖英跟江泽民的那个人 那时候他带着BB机 相当牛啊 带BB机啊 而且后来他带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子母鸡 甲大哥大 后来我也弄了一个 在那个桌子上吃饭 那么这个老人家就说这句话 我对我影响特别大 当一个人 当一个体制 当一个国家 把假话当真话说 当真理说 他就是魔鬼 所以共产党就是魔鬼 乌托邦就是魔鬼 郭宝胜 袁洪冰 赖建平等人 啊 绝对是魔鬼 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赖建平 你是个人吗 你是个男人吗 你对着所有的观众 你把大家的智商都给强奸了你啊 你等着眼说瞎话 大家就信了吗 我们中国人最悲惨的是我们的善良 我们的宽容 都被这些坏人所强奸和利用 包括共产党 中国人的善良和包容 这个文化真的是有问题的 有时候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哎文贵呀 不要理他们 这个不要理他们就算了 包容大方 你这什么道理啊 别人拿个姜 你说哎呀对不起 我这个有这个麻花给你吃吃 别人是拿个机关枪 你说我这有牛肉给你吃吃 别人拿个坦克 来了 哎呀你说我这还有金钱 金条给你 那他下不就拿核武器对付你了吗 中国人的这种 所谓的善良和包容 实际上是掩盖了自己的懦弱 无知 也是自己的自私 这些话我都是经过很久思考的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善良 包容成了成就了这么多的骗子 包括共产党乌托邦集团 在哪国还得代价就在中国 现在你看看在青岛开着会啊 吃着小包子是吧 为什么呀 所有党内的朋友看我视频的 跟我联系的人 都说文贵你讲出了这个所有我们想讲的话的本质 这个袁洪斌郭宝胜赖建平等烂人 就不提那什么伟师 他就不配提了 那些烂人这一个个海外人 包括那什么夏夜良啊这些畜生们 这一个个的畜生 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 是因为诈骗做人不成功 就跑到海外来混来了 到海外干嘛 就搞民主民运了 然后要推翻共产党 绝大多数在国内都是犯罪分子混不下去 到了海外推翻共产党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不是嘛 你不是开玩笑吗 他的本质不是真心的 对这个体制盗国贼的理解和恨 和拯救十四亿人民 他的本质是个人的私仇 他本人就是魔鬼的 那个共产党的重要的一部分 比他还坏 假丑恶 你说那个赖建平这个家伙 我看几分钟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路德先生简直是太伟大了 能把这节目能让他演完 能演完 而且也不问他 就让他演 我们很多战友们也觉得真的是很伟大 你们也能跟他这样周旋下去 大家去想一想 赖建平这样的人 如果在西方社会 在英语世界 他连一秒钟活的机会都没有 一秒钟都没有 大家你去看一看 多么伟大的主持人 多伟大的主持人 只要一件事 只要说出来 没有任何正的情况 他这就是真事 立马辞职 我楼上 刚才想空调这家 就是扎里肉丝的扎里先生 我原来说 我本来录六集 六十分钟的 但是那个丑文一出来 他当时宣布 我承担责任 立马结束 终生结束 向郭宝胜 向袁洪冰 绿骗绿成功 还骗了美国户传 天天演讲 你看那袁洪冰在那边 我看了那种恶心的那个样子 为什么一个人说谎话 能说到这种成功 共产党培养了这么多魔鬼 这个北大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魔鬼学校 中国人的道德沦上 这个国家被整成这个样子 北大是有重大责任的 这烂到这种成功 这不是他把我们这些人都当猪了吗 真的是他们为什么共产党和这人都把我们老百姓当猪呢 我们本身真的有猪的个性啊 有问题的呀 为什么这些节目我们还能跟随他 为什么这些时候还有人信还有人捐款 我头两天那个向林在东京 一出来了 我这一说钱一吹出来了 冰心 这是最善良的点 马上又捐钱 你傻呀你啊 就是因为你们的善良 你们的懦弱 你们的过度善良 实际上是自私 给了这些坏人们一次又一次机会 如果你们说圣雪那是真的 民阵 他早就该消失在人家 他有百分之一只都该消失了 他还活着 为啥呀 为啥呀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愚蠢和自私 用我们的善良 来所谓的包容 成就了一个个的假丑恶人和集团 多可怕呀 多可怕呀 过度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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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一个 都寄托给别人的身上 你一个小行动超过你一切寄托 你自己行动 我觉得这真的是西方和中国真的不同 我头两天我们去到这个 上周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个政府的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开会 哎呀我当时我这感触特别多 我说哪天我上你们这儿来 我得直播一下 它的旁边有个大瀑布 瀑布 就这马路上也都看不见 因为它是往凹眷的 就一拐下去呢 是一个后面一个瀑布 瀑布前面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酒店 酒店另外一边是个政府机构 结果我们说地下室上去以后 哇 还有很多咱们华人啊什么的 就是结果呢 我们开完会出来呀 我就问他们怎么看待现在我们的爆料啊 让我非常之惊讶 非常之惊讶 很多 特别是非洲裔的朋友 看我视频的 全家都看 他们就得出了这么简单的两个结论出来 说郭文贵出来 讲这个事情的本身付出的代价 就值得我们尊重 大家你们去想冰心来了 在反思中 哈哈哈哈 反思中 必须别反思啊冰心啊 你要呼吁大家别干这样啊 因为他们说 因为大家你们好好想想 我在中国的物质生活 我的在世界上的物质生活 你们真的是 所有战友们你们真的无法想象 如果哪一天啊 哪一天 我把我的一些过去的生活方式给你们看 你们更加理解文贵 所以从这一点上 郭文贵 这个爆料 他不可能 他用假的来说这个 他是疯了 所以人家是用逻辑性来思考 第二个人讲的非常重要的本质 郭文贵讲的是中国的盗国贼 和中国的共产党集团 这个盗中国的腐败天下皆知 这个共产党是天下的魔鬼 几乎是全人类上都认可 他说就从这两点上说 我们不支持文贵 我们凭什么 然后呢里边台湾的朋友 还有香港的朋友 还有在这个 马来西亚出生的华人 人家给我讲出这个 他怎么看待 家人怎么看待 特别的他们一样的观点 而且经历一年都爆料了 我的爆料能是真是假 那就有太多事实可以证明的了 人家一说就说海航 人家一说就说王岐山家人 姚明山 然后人家一说就说这个 孟建柱的所有的这些 而且他们就关注重点 他们就问我 他说郭先生我们听说 王岐山病得很严重 我说那你是听谁说的呀 人们都是政府的嘛 他说我们有其他人 都在讨论王岐山 就现在这个郭文贵爆料 我现在真的最近才发现 郭文贵的爆料在西方 刚刚开始大发酵中 就郭文贵的爆料在国内 在党内正在发酵中 比任何时间都流传正广 影响巨大 我说是吗 我说你们得到什么消息 他们说王岐山病得很严重 在北京医院 这个现在是一个癌症默契 我说你们还真说的挺对 然后孟建柱 孟建柱现在体重胖了好多 因为所有在中央的官 下来以后两件事 抑郁症 身体发胖 因为什么 一生中都玩权力 玩人 都被人家给租用了 这一下来结束不了 我说你这个还真是很很正确很了解 另外一个马来西亚 他说马来西亚的这个 Jolo刘特佐在上海 而且他们确定说郭先生你说的是对的 他就在上海半岛酒店 租的总统套 地下室有车位 地下室的车位是AB1B AB6B 原来他自己编的号 这不是人家编的号 然后他在上海是受到了特级的警惠 而是旧路跟很多明星 他来往 那么那个半岛酒店那个楼上 原来楼上那个总统套房 是我用我儿子住的 那个王健林的儿子叫什么了 王什么了也在那住 还有我几个朋友的孩子也住在那儿 还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也住在那儿 所以那个半岛酒店我们很熟 那么特别警卫 到了什么程度 半岛酒店的保安里被放进去 上海安全局的人 就为了保护旧路 旧路的车牌是上海的特殊加密车牌 有时候是军牌 旧路在上海玩女人 基本是夜夜入东方 都是上海的名摩和国内来的各种名摩 旧路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保护 因为他亲爹就是孟建徒 为什么这个马来西亚的东海铁竹线 金海岸项目 还有绿城房地产项目 还有几个银行的贷款 包括他们那个给阿布扎比的担保融资 这事情只有郭文贵有资格说 在马来西亚和旧路这件事上 我可以告诉马来西亚的所有同胞们 福瑞康先生 福瑞康先生 没有一个人能把阿布扎比 马来西亚和中国连在一起的 只有我 只有我知道 旧路干了什么事情 我曾经说过孟建柱到中东访问 人家问他 哎 这个 呃 菲律宾怎么样 哎呀百分之百控制 百分之百控制 菲律宾 这个总统的 家人 情人 儿子 生意 全控制 没问题 百分之百 然后呢人家说 泰国怎么样 泰国最起码百分之七十 然后谁谁谁 军方 控制 人家说这个 马来西亚 哎呦那百分之百 我控制 我控制 九路没有问题啊 他说你们这个这个这个 九路现在就在我那儿啊 在上海 任何人不能碰的 我们特殊警卫 国家级保护 这个中东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就懵了 这个孟建柱 这个说法 你先啊 当时 这位王子的 中文翻译 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情况 中文翻译告诉我这个情况 我说这就是孟建柱 这就是孟建柱 孟建柱 当时 刚刚到公安部的时候 处理湄公河岸 是孟建柱的最大手笔 孟建柱在湄公河岸上 杀的人 和冤枉的人 和掠夺的珠宝 翡翠 那是天文数字 从湄公河岸 他发展了野心 把泰国 所有沿岸等 缅甸 老挝 所有的国家 当然包括了马来西亚 他把用马六甲 战略 这个意义 和这个石油通道 和未来一带一路 紧密地连在一起 所以 当时他就 把旧路 作为最大的一盘棋 来控制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七百多万华人 有一帮的人 是真真正正的 是跟孟建柱控制的 绝大多数人是绝不接受的 人家都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了 像人家那个马来西亚的林建英部长 人家就当成自己马来西亚人 人家爱的是马来西亚 这是对的 马哈提尔绝对是一天才 绝对是一天才 看透了本质 所有那些合同的背后 全都是腐败 所有的合同里面都是套中套 马来西亚想跳出这个套去 非常难 其实后来 马来西亚的马航事件 马航事件就是一个中国情报部门 和马来西亚的情报部门 和他们各个丑闻交易的中间 那个爆发点 孟建柱的背后是谁啊 孟建柱的背后是各个上海利益集团 揪露是中间的白手套 揪露在香港注射的公司 家族注射公司 你去看一看 在什么时候注射的 是孟建柱到了北京当公安部长开始 而且这个当公安部长以后 这个公司注射在哪里了 大家看看 本来在别的在利保 后来改成哪去了 就是在四季酒店的后边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那是70个亿 60个亿到70个亿买的那个楼 本来我们基金要买的 那是一个独立的楼被农行买走了 当时是向金波畜生的 然后还有北京农行的其他几个人 金农城的 那个为啥就放那去了呀 农行里面好多是孟建柱的人 所以说你看旧路的最大的家族公司 就在GSP就在那个农行大楼里面 整个旧路的公司里面 绝大部分股份当然是孟建柱的了 旧路都是孟建柱的 当然是孟建柱的了 中国共产党的习近平先生 和任何一个人 包括当时王岐山 包括到今天我都相信 他绝不认为绝不相信 旧路是孟建柱的实生子 绝对不相信 孟建柱把这件事情给演到 真的是到了今天了 今天了 未来要拍电影这一段 那可了不得你想想 孟建柱同志 六块肌肉八块肌肉的 住在那儿 旁边无数个美女 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主持的 然后呢自己的师生子 控制着马来西亚 半个马六甲 然后火车通往新加坡 然后在那块人家盖一个房子 他盖一个城绿地 然后马来西亚的钱又源源不断 中国建筑公司 中海建 中外建 然后在那儿做的工程 然后所有的知情者统统杀掉 什么概念啊 什么电影都拍这样啊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事实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 这个孟建柱的时间 和这个海航的时间 和马来西亚是多大 我也让它子弹飞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啊 你们给我发的信息 我都收到了 我都说我没法回 不到时候 关键的时候 我会去你们马来西亚 我深信马来西亚马哈蒂尔先生 包括你们即将选出来检察长 总检察长 你们这个调查小组的人 你们绝对调查不出来 我对面这个楼 叫做纽约South Parkland Hotel 南花园路酒店 这就是揪露的 这个酒店已经被我们基金给收了 严格讲这是我们的 现在是被美国这种查封的 对面的公寓 就在我对面 150米 我家180米是川普总统先生 川普总统先生 这是South Parkland 是当年总统 川普最想开发的 没得搞到 叫揪露给弄走了 现在是被我们基金收回了 而且还处在查封中 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我没法回复的原因很简单 这个世界非常奇怪 所有这件事情都让我知道了 马航的事情查不清楚 马哈提尔一定会栽在这上面 因为马航的事件的后面 就是跟你们当时的 所谓的就是管航空的那家伙 和你们的总检察长 和你们的警察长 是有深刻的关系的 里边有惊天的阴谋 为什么 因为过两天你会看到我放出一些照片去 你看那个照片的人 曾经有一个就死在了马航 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跟我很熟 我头两天我看到照片把我吓坏了 我说他怎么在这照片我从来没注意啊 竟在我的照片里 我都会放出来 这个照片放里面就知道马航为什么让他在马航 他还死了 我还看到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我这太多事情能把战友们吓蒙了 我这头两天发现 我这在硬盘里边的信息打开 2006年6月9号 也就是刘志华是06年的6月6号晚上抓起来的 6月抓他之前先把我给带走了 保护起来了 6月7号是宣布了抓刘志华了 我一直在那儿看管 昆仑饭店顶楼 昆仑饭店是公安部的嘛 那是情报的点 那么我在上面关着了 还看了那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6月6号是足球赛 足球世界足球世界杯 我趴在床里看 旁边端着冲锋枪 现在看着挺搞笑的 那么我现在发现 6月9号我回家以后 我冲了个凉 我就记得我蹬了一双这个 毕童马的鞋 我想去运动 结果呢就躺了院里边 我们家里那个警卫呢 就拉了把椅子放在那儿了 结果我就 他们就放了个音乐 还放了个刀狼的音乐 特别催情 哎哟我这眼泪就止不住了 又开始哭 我在那儿哭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人爆发出来以后 经历了两年多和刘志华的战斗 把刘志华抓起来了 然后呢就回到家了 外面全都是荷枪实弹的 安全部警卫 这上百号人呢 七八台车 你说这个 然后我就开始哭 结果呢就那个 安全部的一个人 就拿着个手机 就把我所有哭的过程 全都录下来了 将近一个半小时 后来还给了我们一份 我那天我突然看见了 哎哟我这个劈头散发 然后在这块儿哭 然后胖蹲蹲的在这块儿 我都觉得不认识我了啊 但是 真的是那一刻让我感动特别多 没有人相信我能把盘古拿回来 也没有相信我能赢 也根本没有人相信 中央领导国见面的时候说 你能不能把盘古在奥运会前盖起来 这是个非常夸张的事情 当时我成的一定盖起来 大家想想2006年6月9号 我那天哭那天 到我拿过来实际到了9月份 重新规划盘古 然后到2007年 我们就把盘古酒店开业了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后盘古大观的楼A座 三万多吨钢材 我们在一年里把它建起来 盘古龙头 这是奇迹啊 所以我看这个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马来西亚的这个 我本来要说的个关键人物 竟然和我有照片 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 未来我要把这个照片给曝出来 你让你们马来西亚的领导说 这个人什么身份 他为什么这个飞机人也死了 这个人跟郭文贵当年一起照这个像的时候 你看他是什么身份 旁边带着小包 安全部最关键的包 当时他最重要人之一 所以说战友们 别着急 让所有人都尽情地表演 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真的是假不了的 饿的是善不了的 今天的社交媒体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处于裸体状态 谁要有侥幸心理 那你就是作死呢 安全部没有一个好人 这话说的不对 安全部是绝对有好人的 郭先生很蠢 割掉意思我蠢了 当然我很蠢啊 一直没有骂人 没有骂人那我就错了 但是不要侮辱女性 不要侮辱女性 哎呦 木兰来了 木兰 木兰 庄先生 哎呀呀 保镖庄 保镖庄 我们把庄烈红啊 全体叫他保镖庄 是吴婷的保镖 刘特庄 刘特庄 郭帅 你谢谢啊 刘特庄他妈 五毛混 这个 冰冰的事儿肯定是老王得管 那必须得 我那天我上次视频说了吧 我说那天我跟那个 在Sara的聊天坊里边啊 我说 很快 就会村委员道歉 就会 马上我说不到十个小时 村委员就公开道歉 跟冰冰没关系 领导一定说 躲躲去吧 然后小崔 你说谁都行 说那个 王中军 说说其他人 不要说冰冰了 你们要既希望那小崔能进行下去 那你们太不了解了 不可能的 绝不可能 绝对进行下去 最后 稀里糊涂抓几个软子 柿子捏一捏 然后呢 游游街 然后大家一热闹 回家睡觉去 这事儿结束啊 杨洁篪啊 杨洁篪等等再说吧 这个杨洁篪 上次去中东啊 这个没 对我 没说太过分 没太过分 做点小动作 没说太过分 我就想放过他一马 等他 在对我猛攻的时候啊 七月底吧 七月底 因为七月底 他有一个很大的活动 我再看看 如果他过分 那我就 那我尽量的 那我尽量的不去 他有家人有孩子啊 是热闹 那你这样不好啊 你这战友这么骂的话 我就把你拉黑了啊 陳小军 不知道 真不知道 有没有跟冰冰吃饭?冰冰当然有啊 这个吃饭喝多了 你说这个冰冰这人很了不起的 大家你知道他和谁啊 这个LV的创始人 他现在这个大老板叫LVMH LVMH是Bernod Bernod是什么Chanel啊 什么这个爱马仕的第二大股东 56个品牌现在都他们的 58个 什么Loren Piano呀 什么LV呀都他的 什么Dior这一堆 那个LV的当时就是这个总裁 叫Yves Cassel Yves这个是法国人 创造了LV的飞黄腾达 后来这个在五年前的得癌症死了 这个人特别尊重冰冰 我们当时郁达这个LV开业的时候 冰冰是作为VIP去的 我们一起喝酒喝了好多 喝完以后我们还到了那个郁达夜总会去 还跳舞去了 我那天就喝断片了 结果听说后来是上百个美女来了 各种各地的 他们对冰冰特别的特别尊重 而且几个大佬派专机送了冰冰去的 冰冰非常有礼貌的人 在餐桌上人特别大气啊 非常大气人特别好 生活中人真的特别好 特讲规矩个人 一知先生是挺文贵的 我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啊 千万别相信物大饼 哇塞 这都公不停了现在是 别这样好不好 日本的半个瞎蛋是个疯子 这绝对是个疯子 此人精神不正常 路德刚刚的点了日本的闲 对的 他是个疯子精神不正常 瞪眼说瞎话 和平无证 当然不会闲着 现在谁还看明镜啊 看明镜的都是 都是已经是傲子了 现在都是看路德 哪有看明镜的 谁看明镜的 陈军现在还到处待着 背后穿凳呢 他已经走上法律的另外一条路了 陈军在背后搞啥我都知道 还有袁建斌 都搞啥我都知道 走的慢慢有没有看到结果的 吴廷为圣学洗地 他有为圣学洗地的权力啊 吴廷公主病 公主病 吴廷公主病啊 这倒是有点 这倒是有点 现在全砸我了 那你是胡说八道 什么叫文贵 感觉全砸我了 现在杂文贵的几个烂人 连个毛都不是 狗屁都不是 支持文贵的 党内的 国内的 海外的 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枪大过 但凡有一点脑子 一点良知看 没有现在像这么多知识文贵 这个 如果不懂这个了 那你就是眼睛都瞎了眼了你 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知识文贵 这么发自内心的知识文贵 海内外 国内外 外国人都从来没有今天文贵爆料达到这个高度的 日本奔驰车 向林先生啊 有人问日本奔驰车 向林先生 已经将联络方式给了我们 我们的办公室在跟对方联系 向林先生 因为他当时说的是 日本奔驰车 销售厂商 这个 销售厂商可以改装 他给我报了个价 大概是17万美元 我就给他汇了18万美元 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取回车的时候呢 发现车呢不在奔驰厂了 在一个大阪的一个所谓改装厂 这已经是变了啊 到了改装厂呢 现在还没有把车改装完 我们就让他停了 你别改装了 我们把车驱走 但是呢我们要求他把18万美元的花销给我们 现在还没给我们 这个车 日本这个车呢 这个 一我们要闹清楚 到底18万美元花了多少钱 改装到底花了多少钱 没改装完要退回多少钱 我不在乎那个钱 我一趟飞机就飞就20万美元 随便飞一趟就20万美元 我在乎的是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我想理解 我想了解 我想懂得 向林先生在这个车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奔驰车到底花了多少钱 改装花了多少钱 这个车分分钟我送个人 对了 小哥 你要想要 你给我发个信息啊 咱俩没联络方式 你就把车驱走送给你了啊 你不用去到大街上逛去 送给你就行 如果日本人是要我马上送给你 但是 我必须搞清楚这个钱花哪去了 怎么花的 我要证明看看你 向林 你可不可靠 我这搞明白的 1988不要小心 是 我要少发言了 谢谢您谢谢啊 哽炎也来了 哽炎兄弟啊 吴婷在吃 哎呀吴婷在吃 吴婷啊 太多人骂你了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一看你 这是你没法活了呀 吴婷 你出去最近你顶个锅吧 你不要人家把人家头给砸烂了 七哥民意天意都支持你啊 谢谢谢谢 谢谢 向林是让我最让我难受的 我完全接受不了向林 这个走这条路 发自内心的说 赖建平的人 这个赖的 我都压着就没看起他 没看起他 这个原来呀 这个曲龙的一个判决下来 我把曲龙的很多案子都发给了赖建平先生 我说你呢 你找个时间你是律师 你只有你能说 你就出来讲讲 看看他们是怎么忽编乱造 曲龙这案子的 包括最近啊 曲龙又是什么 在成德河北高院申请赔偿 这全都是河北政法委 董先生 董先生 院长演的戏 我让他把戏演完 他演完我再爆料 曲龙这一定会再走向末路 最近曲龙又走老路了 买通 各个人 然后造假 比如说 成德在上星期 给我们发了一个叫曲龙到河北成德 要求所有因为我们导致进监狱的赔偿 这个对他资产进行的当时损失的评估 这个评估呢 要抽签 为了保持法院的公正性 结果抽签是什么 就两家 你要不抽A 要不你抽B 曲龙这一趟